另外一位官夫人带你看的是 副总统乌敦毅的夫人蔡令仪 最近大家发现了 为什么她所戴着的眼镜比较下 有一个小小的 看似为了遮眼疤痕的OK帽呢 原来这是因为有一双大眼睛的她 有鼻肋管阻塞不通的问题 所以过去在面对外界的时候 大家总觉得她经常拿着手帕或面指 在擦眼泪 鼻肋管不通 最后还是必须要动个小手术 把她打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的不小心眼睛下头的OK帽 露了线才让外界得知 副总统吴端义开杠 旁边另一半的眼神爱相随 尽管蔡令仪带着眼镜 但左边眼镜的鼻角处 贴了块小小的美容胶布 原来最近她才动了鼻肋管 重建手术 已经她好几个月了 就是一直流眼泪往外流 鼻肋管就是 眼头常常长眼神 很难看 想到刚断完的手术 蔡令仪松了一口气 因为她大眼睛 但就算戴了眼镜 眼神照样水汪汪 她死了眼神 她的死体 还在跟我说 不管是开怀大笑 失了眼角 还是委屈掉泪 多年来鼻肋管阻塞问题 让蔡令仪三不五时眼睛发炎 甚至得随时擦擦眼角 有个外界误会她哭了 现在她干脆动刀 一劳永逸 你今天假如是完全阻塞的话 就必须在临床上 做一个比较大的手术 那这大的手术的话 就必须在鼻腔的这个地方 做一个 把这个骨头 把它敲破之后 做一个罩口 鼻肋管重进手术 不但得动刀 还至少要有 一个小时的手术时间 加上全身麻醉 有一定风险 现在轻松多了 把那个眼睛就有一点 好像要把它挖掉算了 刀手术解决问题 现在水汪汪的大眼 对蔡令仪来说不再是种负担 TVB新闻综合报道